把這個表格先做下 第二個就是下拉清單做出來 再來就是這個旁邊的 那因為我要知道說 他選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那這邊起子日的話是第一天 那下個月的期...為什麼要知道下個月 其實主要是把下個月的起子日再減一天 我就知道總共有幾天了 當然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用那個好像有個end of month這個函數 那第一天的位置指的是禮拜幾 那我們如果說要把這些通通完成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是本月的期日 特別注意日期這個地方因為要格式化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請你找到日期及時間這個函數 那因為要把它格式化成為一個日期的話 一定要用date函數 date函數實際上就是幫你打包成為一個標準的日期函數 你不能說你自己用打的把它變成一個文字字串 如果變成文字字串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去判斷他的那個時間 那所以用date他會問你說那哪一年? 2016年?哪一月?7月?哪一天? 那因為第一天所以出入1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不過各位可以發現 他最後會是一個數字 那為什麼是一個數字呢? 基本上齁 在理生育裡面他的規定是這樣 他這個數字是跟什麼? 1900年的1月1號相比 相差多少天? 那也就是說齁 如果月後面的數字當然呢 就是月後面的日期當然數字越多 那如果兩個日期相比有差幾天的話 其實只要剪兩個日期相剪 把它改成數字的話 那就知道說相差幾天了 其實他就是一個數字啦 那只是說我們要看到是一個日期 所以要必須把它格式化 給哪一個年月日 OK 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下個月的期指 下個月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日期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叫做e day e day這個函數就是說 相差幾個月按確定 比如說我跟這個日期相差一個月 那回來的話 他就會相差一個月 他就會回來是8月1號 所以這個7月1號 下個月就是8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7月到底有幾天? 那我可以把這個日期怎麼樣? 等於什麼? 上面這個日期 等於上面這個日期 再減掉一天 那減掉一天之後 按打勾 它回來的話 會是一個數字 可是我不是要一個數字啊 所以你可以把儲存個格式 因為你做計算之後 它就把它當成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日期的話 按確定 它會是7月31 可是問題來了 其實我主要不是要知道是哪一個日期 而是想要知道最後面這個數字 31給我就好了 那因為日期裡面會有年、月、日 那我如果只要這個日的部分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是在外面再包一個啦 因為它有year、month、day 你就怎麼樣? 用day就好 年、月、日 看你要哪一個部分 我要日的部分 所以呢 就插入函數的時候 插入一個date 然後把剛剛的這個公式減下來 放在裡面 按確定 回來的話呢 那就會是31了 但是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格式化成什麼日期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是31的話 很簡單 改回通用格式就好了 按確定 OK 那其實會這樣 主要是底下的格式 如果你對的格式 它顯示就會是正確的訊息 OK 好 那31天我就知道 這個月有31天 所以31以後的東西不能顯示出來 那第一天的位置在哪裡? 插入那個裡面有個叫weekday的函數 因為weekday這個可以知道說 我們某個日期 就是這個日期 應該是禮拜起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weekday這個部分設計的是美國 所以他們美國人 他們的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跟我們的認知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通常是禮拜一 對不對? 可是他們通常會把星期天 當成是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所以呢 六的話 基本上禮拜幾 禮拜 有沒有 禮拜五 對不對? 最後一天就禮拜六了 OK 所以weekday 你在思考的時候 你要想說這個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觀念 請你用他們觀念 那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OK按確定 那就六 但是我應該把這個什麼? 放在這邊 但是我們原來的位置在1 然後把它移到6的位置 可是原來我的1要保留 OK 所以將來你要把它移動位置的話 其實只有移動5而已 移動5 就是這個數字 必須要把原來的1扣掉 否則會超過啦 OK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知道這四個訊息之後 我如果要做出萬年曆的話 接下來就是 必須把這幾個訊息 主要應該是這兩個訊息 把這兩個訊息放到我剛剛的公式裡面 那它就會產生我要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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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萬年曆 那裡面第一個 我可以先 有什麼? 第一天的那個日期 第一天的話 我就把它放在哪裡 因為現在1放在這裡 可是我必須要把它往這個方向 放在6的位置 所以必須怎麼樣? 把原來Column 把它剪掉 剪掉多少? 剪掉6 再把它原來的1加回來 加1 OK 就是先剪掉它 因為它往這個方向移動 打勾一下 那你會發現-4 移過來 這個要鎖 因為剛剛都漏掉鎖 OK 因為它位置如果變動的話 然後這個方向移過來 這個方向移 OK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第一天剛好落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 等一下我可以做一個邏輯 如果小於1的話 不要顯示 把它清掉 OK 所以我第一天的位置完成 第二個的話 那我就是結束日 31的部分 不要顯示 所以我可以再來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先加上這個 第一天的日期 再來把這個公式 其實我要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有兩個 小於1不要顯示 大於L 這個大於L3裡面的值不要顯示 那我可以把這個公式 剪下來 做什麼? 因為要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話 因為如果說你要自己打一幅的話 其實會蠻長的 你把它剪下來 插入函數 做什麼事情呢? 等一下先取消 有不要還是回到這裡 先剪下 剪下的時候 記得不要剪到等號 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部分的話 我們用邏輯 用邏輯裡面的if來判斷 那判斷什麼呢? 剛剛的這個東西 如果大於 所以會有兩種方向 那如果兩個方向 一個是怎麼樣呢? 一個是這個 所以小於0跟大於L3 兩個都要 應該是 其中一個為處的時候 那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放兩個邏輯嘛 所以這裡你需要放 偶的那個邏輯 OK 那請各位先試 先把這個部分先完成好了 待會再來看邏輯部分 剛剛我主要完成的就是 這個 本月的那個 起始日 其實就是把這個year 配上月 再加1 然後下個月的話 就用1day 1day 然後再來就是 再把這個 這個日期減掉一天 再抓他的day的部分 再用weekday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那個 日期與時間函數的部分應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相關的那個公式 如果你剛剛來不及記的話 雲端上面其實都有參考的那個答案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